吉隆坡一名华裔男子为送病队伍开路 没想到却因此触犯法令被警方查办 这名男子昨天驾驶一辆私家车 在吉隆坡交赖路为送病家属开路 不过由于他在车子前后都安装上 类似执法当局使用的警示灯和警笛 因此已经触法 交警发现之后立刻将他拦下盘问 当局调查发现这名只有22岁的男子 涉嫌滥用几十灯和警笛的行为 已经持续了将近三个月 当局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170条文 冒充公务员罪调查他